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视频里给大家讲过申请美国绿卡的时间线 关于绿卡申请的常见问题 以及比如说EB1 NIW PERM等等类别 亲属移民申请的条件要求 这里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从开始申请到拿到绿卡 需要经过的一些重要的步骤 这个主要我们在这里讲的是针对职业移民的 尤其是EB1 NIW这些类别的 如果是雇主支持的PERM移民 那另外还要多一个向劳工部申请的步骤 可以参见我们这个系列关于PERM的单独的视频 如果是亲属移民 那么一般来说要提交I130表这个申请 而不是I140 但是在提交以后后续的步骤是一样的 如果在美国境内要叫485 在美国境外需要办理移民签证通过领事处理 当然了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境内呢 那我们知道在你提交485以前 你还需要保持其他的合法身份 一直到交485的时候为止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总结了这个十个重要的步骤 第一步呢 首先你要认识你自己 总结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 你的专业成果 你认为能够有什么样的证据 提交这个申请 需要有书面的申请 那么移民局呢要看书面的客观证据 那么申请人可以联系我们 取得免费的评估 可以给我们发email 我们的联系方法 在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都有 那么下面的步骤呢 我们会主要讲一下 如果有律师帮助处理的情况 但是呢 个人的申请大致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自己来办理 也可以一样的来参考 然后来类比 那么在这个第一步以后 了解自己的基本情况以后呢 第二步 你可以开始准备申请 开始收集书面的材料证据 如我们此前提到 对于I140这样类别呢 申请的限制很少 你拿这签证也可以 博士后也可以 如果正在读书 或者在OPT期间也可以 是访问学者 是公派的 也可以 人不在美国 也可以了 都有可能 有机会申请I140 那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那你需要符合资质 你需要过去 有一定的成果成就 像我们说到 你需要有证据 不能我自己说 我做的有这个 那个很好的成果 那你要有书面证据来证明 接下来第三步呢 那么对于很多申请 你需要联系推荐人 确定推荐信的来源 我们最近有另外一个视频 专门讲到了 为什么绿卡申请 一般要有推荐信 怎样来收集 准备这个推荐信 可以参考 比如说对于学术类的申请人来说 你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人 引用过你的工作 因为这个 对于准备其他的申请辅助材料 也会有用 如果是有律师 比如说我们提供的服务 那我们会根据推荐人名单 相应的提出我们的建议 这个也可以参见我们其他的视频 接下来第四步呢 你需要整理申请的材料 比如说对学术类的申请人 你可以整理你的发表的论文 文章被引用的情况 包括英文的引用 以及其他的一种的对你工作的引用 你还可以总结一下 你为期刊啊会议啊等等 做的审稿 或者在其他情况下 评审他人工作这方面的证据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媒体报道 获奖是什么样的协会的成员 还有你的工作对本领域的影响 你的工作得到的应用等等 可以你整理发掘这方面的客观证据 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再接下来呢 第五步是什么呢 你申请人呢 可以来撰写一个自己的研究总结 一个research statement research summary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那你自己对于你的工作最了解 是吧 那你经过了若干年的努力工作 讲到呢 说我做了什么样的成果 是吧 然后可以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会为申请人提供 research statement的样本 然后如果有了初稿以后呢 我们也会提供修改的意见 在这里我们提供的服务呢 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律所的同事们有科研的背景 很多人有理工科的博士学位 所以呢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申请人的工作 相应的呢 对于这个research statement 我们不用申请人写的非常详细 可以节省申请人的时间和精力 只要写一个相对来说简洁的这么一个研究总结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专业知识素质和能力 我们就会相应的呢 为你来准备申请材料 那么刚才是第五步 接下来第六步呢 那申请人需要准备推荐信 这个呢 如果有律师 我们也会帮助申请人来准备 那么在准备好了推荐信的稿子以后呢 我们会和申请人互动来修改这样的推荐信 然后在申请人满意了以后呢 可以发给推荐人 请他审阅签字 一般来说呢 有电子版的 比如说PDF格式的这样的推荐信就可以了 刚才是第六步 那么接下来第七步呢 申请人可以准备材料的锁引 因为你有很多书面的材料 不能都堆砌在那里 你需要有这么一个锁引来描述 说我有什么材料 这个材料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材料重要性在哪里 这样呢 在移民官看到你的申请以后呢 可以一目了然 了解到我们的申请 重点在什么地方 都包括哪些客观证据材料 还有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Petition Letter 对吧 要有一个可以叫申请信 也是申请的重要的部分 总结说申请人的背景和批准的标准 相应的比较 讲到具体的论证 说为什么申请人符合EB1或者NIW批准的要求 有哪些证据来支持 那么申请批准需要满足哪几项条件 申请人呢 是怎样的满足这些条件 当然了 除了这些呢 还需要填表 比如对职业移民啊 来说呢 需要填I140表 那么还需要检查申请的支持材料 那么接下来呢 提交申请到UICS 到移民局 由移民局来处理 这个是第七步 那么接下来的第八步呢 对有的申请人有 有的申请人没有 就是说呢 有的时候移民局会要求补充材料 那么要补充材料呢 并不见得一定都是坏事 因为你原来可能并不清楚 申请到底需要哪些具体的要求 然后移民官经过审理了以后呢 针对申请人的具体的情况 有的时候要求申请人 补充某一方面的内容 除了I140 在I485的申请 或者其他申请的 往往也是有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 最近呢 我们和很多申请人 准备了回复RFE 回复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在很多情况下呢 提交回复以后 申请会顺利的得到批准 那么刚才是第八步 接下来第九步呢 大家知道呢 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来说呢 职业移民有这个排期 那么在排期到了以后呢 不管你的140 是否已经批准 你都可以提交 接下来的I485的步骤 那么前面说到呢 I485需要在美国境内 如果你在美国境外呢 那你就要办理移民签证 比如说在美国 驻广州领事馆 来办这个移民签证 对于这个流程呢 我们也提供相应的材料 信息 提供建议 另外呢 也可以由我们来办理 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接下来最后呢 第十步 在申请批准以前 你不管是办485 还是移民签证 都要有一个面谈的过程 我们已经有很多视频 讲到怎样准备这个面谈 怎样准备材料 可能会问到什么问题 有什么注意事项 这些方面 在完成面谈以后呢 一万通过了 那么排期也到了 那么就可以拿到绿卡 表现为I485批准 或者移民偏证批准了以后呢 你要入境美国 然后可以拿到绿卡 那么这个就是申请绿卡 从你开始动念 到取得绿卡批准 这个十个重要环节步骤 那么前后的时间呢 从开始到批准 按照目前的形式来估计 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来说 如果你通过EB1 杰出人才 或者跨国公司经理类别呢 从开始到拿到绿卡 估计要三年多的时间 如果是通过EB2 EB3 比如雇主支持的绿卡 包括呢 NIW属于EB2的一种 是自己自主申请的 那么我们估计呢 要四五年的时间 当然了 你在这期间呢 可以继续保持合法的身份 继续在美国生活 工作 学习 并不受影响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总结的 申请美国绿卡的 十个主要步骤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